第五百一十一集 王秋儿仰天长啸一声,一声嘹亮的龙吟中黄金龙影凭空出现,这整个人也如同小太阳一般燃烧起来,正是他的第二魂迹,龙的力量。 身心旋转,手中黄金龙腔悍然刺入地面,身上地色魂环随之闪亮,龙吟声瞬间变得高昂起来。 黄金龙光影的龙头位置骤然放大,一口将王秋儿的身体吞入其中,紧接着恐怖的爆炸随之出现。 哼,王秋儿战斗的方式永远都是那么强悍,剧烈的爆炸将那三道紫黑色光影全都炸成了碎片,直径二十米范围内,飞沙走势。 但是,那三头狼猿实在是太狡猾了,就在爆炸出现的一瞬间,他们的身体又同时消失了,根本没有去承受那王秋儿第四魂迹,黄金龙爆发赶来的爆炸力。 而当他们在出现的时候,恰好呈现出鸡脚知识,把飞所赶来的霍玉浩围在了中央。 三头狼猿,三围一体,脚下各自亮起了一个紫黑色光环,紧接着那三个紫黑色光环骤然扩大。 当三个光环重合的一瞬间,霍玉浩也正好在这光环正中。 刹那间,霍玉浩只觉得自己全身仿佛都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束缚住了似的。 正在催动的魂力骤然一僵,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压力硬生生地将它从空中拽了下来。 此时此刻,那三头狼猿已经通体都变成了近乎透明的紫黑色,强悍的紫黑色光雾疯狂生腾。 底面上,相交的三个紫黑色圆环光芒大方,完完全全地将霍玉浩固定其中。 不好,这,这个难道是传说中,此还出现过的?三本一体,三无魂融合剂? 在无魂融合剂之中,大体分为两类,一类是多个魂师通过各自无魂相辅相成的特点施展出的技能。 这种魂技虽然也可以称之为无魂融合剂,但却属于魂师彼此配合的一种生化。 而真正的无魂融合剂就是像霍玉浩和王东尔、王丘尔那样。 五魂在身体内部进行融合,从而产生出强大力量,进行质变的一种攻击。 这种质变,一般只会出现在两个人身上。 史雷克学院的资料,曾经有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的存在。 那就是史雷克学院的创办者,第一任院长,四眼猫鹰,弗兰德,与柳尔龙和大师两位学院创始人一起用出的黄金铁三角,黄金圣龙召唤。 可那并不是黄金龙,而是黄金圣龙,乃是光明属性,和王丘尔的纯粹力量是不同的。 可以说就是蓝殿霸王龙的升华,三人中的大师,本身就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后裔,正是因为这个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,令他们被称之为黄金铁三角。 但是,除了他们这一代的三人之外,史雷克学院的历史上,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的存在。 可想而知,这三方五魂融合剂是何等困难的存在,需要何等艰难的契合度才能完成。 此时此刻,这种传说中才有的超级能力,竟然在三头魂兽身上出现了,而且在他们战术的运用下,经这五魂融合剂使用的恰到好处,居然令霍玉浩毫无准备的被困在其中。 此时的霍玉浩,只觉得自己仿佛连呼吸都已经不能了似的,那强大的压迫力完全压制了他的精神力和魂力,就连命运之眼都被压制得无法开启。 三维一体,那可是几何倍数的增幅啊,眼看着地面上深紫色光芒渐渐升起,霍玉浩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要被融化了似的。 吃惊的,又何止是霍玉浩?王秋儿也同样如此,对这三头狼猿,他也一样是陌生的。 突然发现霍玉浩遇险,他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投掷出了手中的黄金龙枪。 刺耳的呼啸声中,黄金龙枪带着金龙光影,几乎是以撕裂空间的速度,骤然落在了一头狼猿身上。 但是,那头狼猿却只是披了王秋儿一眼,他那眼神之中竟然充满了不屑。 是的,不屑。 呛,黄金龙枪仿佛撞上了坚不可摧的壁垒一般,硬声叹起,根本没有对那只狼猿造成任何伤害。 而地面上的紫黑色光芒,已是瞬间生腾了起来。 不! 王秋儿大叫一声,我与伦比的强烈金光骤然从他体内迸发而出,他的双眸一下就变成了血红色,第六魂环发动,金龙嗜血。 此时的他,已经闪亮得如同一颗小太阳一般,再没有人能看清他的身影。 而霍玉浩身上一团橙金色的光芒突然分离出来,正是小学女。 小学女脸色肃然,身形一闪就到了霍玉浩背后。 她那娇小的身躯迅速变大,竟然还原成了雪地模样。 一手指天,一手指地,成金色的光彩瞬间扩张开来,将霍玉浩的身体笼罩在内。 但是,雪女的力量本身就是属于霍玉浩的,她平时自身的力量都是从霍玉浩身上吸收而来。 而更加庞大的力量,还封印在霍玉浩身体之中啊。 此时的她,虽然已经是全力一服了,但对于目前的霍玉浩来说,却依旧是悲碎车心。 霍玉浩深吸口气,她知道这一次,自己想要全身而退,恐怕是不可能了。 但在这个时候,她却丝毫没有畏惧,在雪女的帮助下,暂时压制住了那生疼而起的紫黑色光芒。 她自身也终于能够施展一些能力了。 冰狂虎蹄率先释放而出,此时雪地三绝因为雪女全力以赴,抵挡那三位一体的五魂融合剂的缘故,已经全部无法使用。 霍玉浩命运之眼开启,原本就已经受创的灵魂本源疯狂地调动起来。 恐怖的精神力,开始和她自身魂力以惊人的速度高度结合起来。 君灵天下的气息逐渐升腾,她要凭借自己这一身修为,在雪地的帮助下硬含着五魂融合剂。 她相信,只有自己能够活下来,施展了这么强大技能的三头狼猿,王秋尔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 就在霍玉浩,已经下定决心拼死一波之际,突然间一道金色光影,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她面前。 紧接着那金色身影,就已经投入到了她的怀抱之中,额头相抵,呼吸可闻,一股无比雄浑的力量,瞬间覆盖到了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之上。 灿烂的黄金色,化为一块块厚重而充满锋锐气息的鳞片,翻卷而上。 首先覆盖的就是霍玉浩的胸口与头部,紧接着那黄金鳞片迅速席卷到了她身上的每一个角落。 难以形容的强大力量感传遍全身,先前恐怖的威压在这一刻竟然已经有些无法压抑住了她似的。 此时的霍玉浩,全身都多了一层金色的甲胸,胸口处是一个巨大的黄金龙头图案。 头盔封闭,连面部都护在其中,同样也是龙头模样,那全身的龙鳞将她的身体完美包覆,哪怕是一丝皮肤都没有露在外面。 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,令霍玉浩长笑出声,学女瞬间回归,每等霍玉浩有所行动,她这全新的甲胸已经释放出一层强烈的金光,撑起防御,把所有的压力抵挡下来。 一阵阵龙吟声,不但对外界响起,同时也在霍玉浩心中不断响彻。 她还清楚地记得,当那龙鳞席卷而上的时候,自己几乎是在额头贴着额头的情况下看到了王秋儿的双眸。 她的眼眸在那一刻,不再是粉蓝色,而是澄澈的金色,仿佛能够映照人内心深处最纯粹,最本质的那种金色。 也就在这时,三头狼园完全处于霸体状态中的三维一体,物魂融合器,终于完成了。 恐怖的紫黑色光芒化为一个三元级的恐怖光柱,冲顶而起,将身在其中的霍玉浩完全吞噬。 刹那些,霍玉浩只觉得恐怖的挤压力疯狂地向内压迫着自己的身体,仿佛要将自己完全撕碎似的。 在这个时候,她也突然明悟过来,如果不是王秋儿的吉时到来,哪怕是她将军灵天下催动到了极致,又有学女的帮助,最终结果,恐怕也要隐恨了。 这三头狼园,远比她想象中要更加强大,这三维一体物魂融合器的恐怖,简直是难以想象。 黄金龙凯开始散发出刺耳的挖擦声,那吱吱的声音十分难听,但此时听在霍玉浩耳中却像是王秋儿不屈的抗争一般。 紫黑色的世界,仿佛过去了横骨久远,三头狼园的眼中都流露出了残忍的光彩。 他们凭借这一手,已经不知道猎杀过多少只魂兽和多少名魂士了。 尽管他们各自只有万年修为,但这上天赋予他们的三维一体物魂融合器,却是他们最强的杀手剑。 配上瞬间移动,简直就是无法破开的强大组合呀。 三头狼园身上的紫黑色渐渐散去,正如霍玉浩预料的那样。 他们在结束这个物魂融合器的时候,自身会陷入短暂的虚弱。 原本他们还要小心提防王丘尔,准备魂祭结束就先立刻跑开。 但刚才王丘尔竟然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,也陷入了武魂融合器之中。 魂兽毕竟是魂兽,他们再狡猾也不会出现等同于人类的智慧。 在他们看来,无往不利的武魂融合器必定能将这两个人类全部杀死,留下尸体供他们享用。 虽然那很可能只是肉迷,但人类的尸体味道依旧要比魂兽美味的多,尤其是在魂力尚没有完全消退的前提下。 就在三头狼猿略微有所放松的时候,突然间一头狼猿的身体僵硬了一下。 有些不解的低下头,看向自己金屎的胸肌。 无柄暗金色的利刃正稳稳的插在那里,散发着暗金色幽光。 紧接着一声嘹亮的龙吟声中,剧烈的爆炸出现了。 狼猿的身体被硬生生炸飞,胸口处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。 从他口中已经爆发出完全变了阴的惨叫。 他怎么也想不到,就在自己准备享用猎物的时候,竟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。 另外两只狼猿这才发现不妙,但是,大地爆发吹声低沉的声音,一道灿金色的身影已经如同闪电一般来到了他们面前。 龙吟声中,两道灿烂的紫金色光芒同时飙射而出,几乎是同时命中了他们的头部。 两头狼猿刚要有所动作的身体,顿时停顿下来。 是的,这在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即将结束瞬间,骤然冲出的,赫然正是施展了五魂融合剂命运之龙吟的霍宇浩和王秋儿。 凭借着王秋儿所画的黄金龙凯,他们终究扛住了那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的威能。 此时此刻,霍宇浩身上原本灿烂的黄金龙凯看上去,已是秀气斑斑。 还有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裂痕。 在那裂痕中,渗出的居然是金色液体。 霍宇浩现在所能动用的不只是自己的能力,更有着属于黄金龙的强大力量啊。 他的魂力更是直接升腾到了相当于七魂的级别。 恐怖的力量赋予了他恐怖的速度。 脚尖在地面上一点,身形偏转之际,人就已经到了一头中了灵魂冲击的狼园面前。 这三头狼园,不知道算计了多少对手,却在今天终于失手了。 处于虚弱状态中的他们,在没能恢复之前就被控制。 这已经注定了他们悲剧的结局。